英文学习指南 美国著名的文学家 欢迎小赞助 请分别订阅我的三个YouTube频道 现在三个英文学习指南 英文密集 尝试宝典 美国著名的文学家 跟学英文有没有关系 我们学英文广泛一点 不只学英文 对美国英国 零零种种 方方面面 也多少了解 我们的视野会比较广 那美国著名文学家很多 那这边只是举一些 特别有名 成就特别高 或者在美国人心目中成就特别大的几个 至少记什么呢 记他的名字 至少不要老是讲中文 他的英文名字 就像我们看这个外国电影 你不要老是讲这个 老是记中文名字 记一下 因为这个 有时候你碰到老外 你讲中文名字 听不懂 所以有些东西 人民啊 外国有名的人 这个电影的名称 类似这种东西 英文记一下 这英文比较灵活一点 像 Edgar Allen Poe 我们中文叫艾伦波 这边中文就不翻出来了 因为中文翻出来是音译嘛 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口头上也讲艾伦波 Edgar Allen Poe 当然外国人的名字 当然外国人的名字 他当然姓Po 名字 Edgar 他们还有一个middle name middle name 可能有时候记念某一个人 所以他们有两个字 三个字 像中文的名字 有时候两个字 有三个字 像李安 以前都叫安利安利 可是一看到中国文 老是要立案立案啊 所以外国人慢慢的啊 他也慢慢也知道了 也习惯了 又叫立案立案啊 但是呢 如果像名字写在前面 就这样写 如果信写在前面 就有一个逗点啊 因为念的时候 还是名字在前面嘛 然后如果信在前面 有时候一些书啊 它这个索印啊 index 他就信在前面 就有一个逗点 在一个名字啊 那我们是信摆在前面 外国人明摆在前面啊 因为我们中国人重视家族啊 先说你贵心啊 在讲名字啊 家摆在前面 那外国人是个人主义啊 你叫什么名字嘛 家族后面在说嘛 所以这个观念不一样 就像中国人养儿房老 外国人就觉得我养大啊 那我老人家我自己想办法啊 我自己住养老院啊 或者我找看护啊 想办法存点钱啊 所以也是这个关系啊 所以中国人就是 钱尽量给小孩啊 反正你会养我嘛 万一钱给了 小孩子不养 完蛋了 那外国人就是 你自立自强啊 帮助你是多少帮助一点啊 但是我对不起啊 你有自己的家庭啊 我晚年 父母晚年你要照顾 你也不方便 你可能搞不好到时候 你比我早死也不一定啊 你这个生病啊等等啊 他是1809年到1849年出生 所以大部分的黑白照片 那你说什么 这些好像都没有什么连 这个近代的啊 因为他们成就高 近代有些有名啊 但是成就没有他那么大 所以有时候我讲东西啊 喜欢拉里拉张 有人不喜欢听说 啊你废话那么多啊 有人有人试货啊 目前看起来试货的是多数啊 他就觉得 有时候你多讲一点 长知识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物质生活单纯 他有时候一辈子就放在这上面啊 所以可以有创作出比较好的东西 那现在人 出国旅游啊 环游世界啊 玩手机啊 看电视啊 社交啊很多啊 赚钱啊 一大堆啊 所以他分心 分心就写不出那些东西 就像以前那个黑白宝片啊 哇那个农情蜜意啊 那感情刻骨迷心啊 因为以前的人单纯啊 那现在不行啊 搞电脑动画 一定要搞上床啊 见面一次就要接吻啦 见面两次就要上床啦 有的见一次就要上床啦 然后各种物质啊 所以这个物质跟精神 有的时候是有点冲突啊 那他这些著作我们就不讲内容啊 不然的话时间太长 我们只是一个大概了解啊 他有名的啊 就是一个诗集啊 The Raven and the other points 大乌鸦 乌鸦 乌鸦 这个也不用大了 乌鸦 乌鸦与其他的诗啊 1845年的 还有呢 小说呢 The Black Cat 这奇怪 我怎么都写到一个大字啊 黑猫 1833年 Held Gold Book 金甲冲 1843 当这个翻译中文啊 不准啦 你可能说 不对哟 你这翻译不对哟 跟我看的不对 那当然不对啊 人民也不对哟 不对头正常啊 很多名字啊 香港大陆台湾翻的 台湾搞不好又翻的不同的啊 像我们说看报纸啊 看这个美国国务卿啊 美国总统是应该不会啦 就美国有些名字啊 你看这个报纸这样子翻 看那个报纸这样翻 你看这台湾几个报纸翻的也不一样 大陆也可能啦 啊 然后呢 啊这个 Ernest Hemingway啊 名字叫Ernest 姓叫Hemingway 海明威这当然有名啦 1899年 啊 你看这个都是 民国 民国成立之前啊 啊 这个也是啊 这更早啦 更早 1809年 比郑国翻了 年纪还大 啊 到1931年啊 啊 到民国20年啊 就是中日抗战 啊 这是 还没有啊 对峙抗战 还没开战 还没开战 啊 过世了 这有名啊 他的小说很有名啊 班上电影很多 啊 他是小说家啊 The Sun Earth rises 太阳又升起 1926年的 啊 这个有名啊 班上那个电影啊 啊 这个 还卖座 这巨男美女啊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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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Cooper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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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地古博啊 Cary Cooper 演的跟那个瑞典的女明星啊 啊 那个啊 有时候一下想不起来啊 啊 英格利鲍曼啊 演的 《战地春梦》啊 《战地》 《战地中生》 《战地中生》是英格利鲍曼 《战地春梦》好像也是啊 《Favor to Arms》啊 这Arms不是手臂啊 不是很多是手臂啊 是武器啊 所以很多英文字啊 加S不一样 像Good 加S 本来Good是很好的啊 加S变成货物啊 Wood本来是木头木材啊 加S变成树林 就是跟武器说再见啊 但翻成《战地春梦》 《战地中生》啊 《战地中生》啊 对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战地中》啊 这个《战地中生》啊 这个《战地中生》啊 这《战地中生》是为谁而想起呢 翻译成《战地中生》啊 像这种翻译就没有问题啊 就大概 很少有其他翻译 1940年 还有《老人鱼》还真有名啊 啊 这个 这些都是他的小说啊 然后 然后 班上一幕啊 而且《老人鱼还》有好几个版本啊 《战地春梦》跟《战地中生》就是一个版本 《战地中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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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讲这个 老人的一个奋斗的一个精神啊 在1954年啊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些都是文学奖啊 那不会 这些文学奖 小说 诗人不会获得物理奖 化学奖 医学奖 这个 数学奖 John Steinbeck 约翰我们翻成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1902年 也是民国成立者 这都是满清时代出生的 到1968年 1968年 长这样子 它是有名的The Graves of Wrath 这个Wreath是愤怒的葡萄 这个也是有名的 非常有名的小说 1939年 还有俗语人Mice 都用复俗 英文里面 它的单数是Mouse 这是我们的华属Mouse 可是另外有个老鼠叫Red Red跟Mouse怎么分呢 就相对来讲 比较小一点叫Mouse 相对比较大一点叫Red 更具体一点讲 大概尾巴不算 因为尾巴很长不好算 就身体 大概在十公分以内的 就是Mouse 大概了 然后大概在十公分以上的就是Red 所以小老鼠动得很快 可大老鼠就很大 1937年 属于人 1962年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Henry Wishworth Longfellow 一般都是记他的姓 Longfellow 191807 1882 Longfellow 人生的赞美诗 诗人 1839年 这个马克图文也是超有名的 Mark Twain Mark Twain 这他有一点年纪了 1835到1910年 马克图文很有名 他当过很多 做过很多行业 这个比较有名的 除了小说家以外 就是也当过记者 他比较有名的是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 Live from the Mississippi 美国第一场 第一大河 1883年 写的 然后呢 汤姆黎显记 这有名的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1876年 汤姆黎显记 这叫做童话书 来看 童话故事 很有名 这 Hothorn 我们翻译成 霍商 也是蛮有名的 Nathanie Hothorn 1804年 到1860 长得这样子 那时候头发都比较长 然后又长到六胡子 霍商 它有名的小说 就是红十四 Scully就生红色的意思 The Scully Letter 1850年 还有一个 The House of Seven Gabbles 1851年 七到五亿的房子 Gabbles什么意思 它这个七到五亿 五亿这样看不懂 就是三形 三形的屋顶 这外国人房子的平房 或者两层也一样 以前的一两层的房子 它上面弄个三形的 就是有一个 像这个ABCD的A 这样上去 A 它是一个三字形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那我们中国一般平底 平的 屋顶平的 因为那个西方常常下雪 那中国 北方也有一些这样的房子 就是 那个屋顶是平的话 雪下来的话 可能会把屋顶压坏 以前都不像我们像那个 房子结构 那么严谨 那么坚固 所以它弄三形 这个雪 就是顺着两边 有一个斜坡 所以有时候 二楼比较高 有时候一楼 它残雪 如果是昨天晚上下大雪 它就是隔天 雪停了以后 人就是用那个工具 长长的 像那个 猪八戒的那个东西 就把 比较下面的地方 把它扫掉 上面就滑下来 有的时候雪很厚 会把房屋 把压的变形 那奥尼利 1862年到1910年 长这样子 奥尼利 这是他比较年轻照片 他比较有名的小说 The Last Live 最后一页 这个是William Faulkner 也是很有名的 1897到1962年 他最有名就是 讲那个美国 这个大萧条 不景气的时候 那个故事 The Sound 这个愤怒的葡萄 不是 不是愤怒葡萄 那另外 斯坦贝克写的 他有名的两个小说 The Sound and the Fury 声音和愤怒 1929年 另外一个是 Light and the August 八月之光 1932年 他也获过 罗贝尔文学奖 这样我们就是 大概了解 美国的一些 有名的小说家 跟诗人 大概知道他长相 知道他名字怎么念 大概哪些作品 他的英文 作品名称怎么写 就是基本上有一个 等于有点尝试了 那我们这边很快的 再把他名字跟作品念一下 Edgar Allen Poe The Raven and the Other Poems The Black Cat The Gold Book Ernur's Hemingway The Sound also rises A Farewell to Arms For Whom the Bell Toes The Old Man in the Sea John Stand Back The Grace of Wrath Of Mice and Man Kenry Watchworth Longfellow Psalms of Life Mark Twan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Nether near Hawthorne The Scholar Letter The House of Seven Goebbels Old Henry The Last Leaf William Faulkner The Sound in the Fury Light in August 好 这期讲到这里 希望增加一下 基本的对美国一些文学 文学大家 大咖的一些基本的尝试 这期讲到这里 ridic mus joke 对美国一些文学 全部的挺素